奥迪加油站9月初进行整修 预计地平加油机油池都要全速更新 要封闭近三个月的时间 当地居民感到相当的不便 尤其老人家骑车居多 另一处福隆加油站远在6公里支援 实在很不方便 地方希望有油罐车支援这段过渡期 中佑表示还在努力协调当中 供聊奥迪地区的加油站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 是附近民众加油的唯一加油站 但现在却架起了围离 民众要加油不得齐门而入 让民众很担心车子没油该怎么办 但到6公里外的福隆加油站也很危险 有他家就要去到厚远匪院 我们一桌子一桌子就要转客家匪院 你现在去哪里 我到爹娘就要八十 我到爹娘就要一桌子 如果要出来熟悉就能够 百姓年纪都这么大了 七八十岁了 还有遗传要捕鱼 那你现在叫大家家家户户 踢着汽油过中秋 这样子有道理吗 跟他们反应完全自自不理 民众表示距离六公里外的福隆 还有坐加油站 但滨海公路沿路大车很多 长者根本不敢骑过去 只能用塑胶桶多存点油在家 但风险很大 若不慎造成火灾 很容易引起爆炸事件 因为对我们年轻人来讲 虽然是没有影响 可是我们身为里长 总是要帮这些老人想到他们的安全 因为他们一段路去加油 发生危险谁要负责 还有有一些驾驶人 他长期加中油的油 他还是要跑到瑞宾 才有办法再加到中油的油 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而不是说你们自己高兴怎么爽 你们要怎么封就怎么封 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商人 而且关起大门来自知不理 这是很没有道理的 那这段期间我们想说 用一些替代的方案去处理 但目前看起来 在主管机关的情况之下 还有一些阻碍突破 我准备跟这个里长 拜访这个区公所 然后我们去找这个相关的主管机关 看能不能突破一些限制 能够短暂中的时候 在整件期间能够帮忙做一些 当地里长表示 里内骑车的长辈居多 现在没油加 民众只能多买一些油 存在家中 加上中秋节又快到了 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还必须体油过节 认为中油施工前 应该要有配套措施 如此造成民众不便 根本没做好敦情目铃 中油则表示 造成地方的不便 近日将积极和中央协调 派能以油罐车的方式进行支援 封闭近三个月的时间 也请民众要减量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